来 带大家看看我表姐 我老家的表姐 她的住处 在这栋楼的最高一层 你哪个真的是太安逸了 第七层哪个是 第七层 第七层 看这个 还有毛 嘿 毛毛 你使我捡过嘴哪里毛 来 随着舒服 你是啥子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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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檬花 柠檬花 这是我历姐 我二姑的女儿 远处都是山 我姐现在是做旅游相关的工作 你哪个还有哪个做去舒服啊 这个屌气溃 这个橘子树 橘子树是吧 你就会折一个啥 我折它吃 我折一个 我折一个 先关它爽不爽 先折一下 哎呀 体验一下那种感觉 哦 两个影 这种品种 看下这个风景 哎呀呀呀 太漂亮了 太舒服了 太通透了 这种放置煮气 就是你站在这里 都能闻到很多花香 草香 厨房 那边是吃饭的地方 哎 厨师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明天才买的今天都坏通 那边是 妈妈载的 妈妈载的 这个是猪 我 也是卫生间 来 烧一眼 也是客厅 因为现在下雨就遮着挡着 天晴的话就可以打开这里吃烧烤啊 喝茶喝咖啡啊 确实很惬意啊 这上面还有一场啊 走这个路 上面是个杂物间 这里还自己种了一些什么菜啊 葱之类的 看看这上面风景 所以说在小镇生活确实很舒服啊 但是有时候很难兼顾 要在这里把事业做好 又能做得舒服 又能还在家里待着 真的是鱼和熊长不可兼得啊 出去打拼呢 就没有家里的 没有小镇这样的安逸感 但是回小镇呢 又很难 是吧 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工作 或者事业 就看你是怎么一个想法 怎样一个心态 来面对了 我也曾经很多次想回来 但是感觉就像那句话说得好 故乡已经融幕下灵魂 看看这边 这些房子都是老房子了 刚才带大家看了看我表姐的住所啊 怎么样 想不想在这里住着 有山有水有树有花有草 有小动物有家人 这就是幸福 这就是幸福 这就是我们老城 老城的一角 在这里感觉时光都会慢一些 岁月都会很慢很慢 这隔壁 隔壁也是我家亲戚啊 你看那只猫就在这里穿来穿去 被老鹰叼走了 这就是我家的 你这么做 我也就做完一个鞋子来一会儿 吃了 陈鲜 看你什么鞋 他是干鞋子 哦 他是干鞋子的 哎呀 鱼白白他都没鞋子 你站住我去稳的 弄到我弄起来鞋子 就没能打鱼 把鱼的全吃了 把干鞋子乱到 我弄到这个打鱼 刚才吃的这个橘子啊 特别的甜 现在我们下来了 在一楼大街上 对面就是我二姑他们的房子 刚才我们是在七层 就是我表姐住的楼层 然后我二姑他们是住在四层 我们刚才吃饭的地方四层 其他的都租出去了 这可是我二姑还有二姑父辛辛苦苦 一辈子啊辛辛苦苦 攒下来钱最后建起来的房子 中间有很多很多辛酸的故事 就不多说了 这是一条老鸡 我小时候经常过来 这边还有看 专门生产腊肉的地方 这么多 壮观不壮观 腊肉 腊肠 现在正在吹 吹干 晾干 哎呀 好香啊